有時有些人會在不自覺的時候經歷聖禮 例如自己看聖經 自己聽詩歌或唱詩歌 在不自覺的時候 這就是神的工作 有很多人都有這些經歷 問題是如果他是倚靠某一個經歷的時候 他只是某的時候有 要到正確的時機 他剛剛看到那段經文 特別觸摸他的心 剛剛聽這首詩歌很觸摸他的心 所以有些人就說 這首詩歌很有感動的能力 是他那時候剛剛好像觸摸他的心 但他不會每次聽這首歌都一樣會經歷 就是某一次不會每次都是 我們學到靈的祈禱 就不用看環境 什麼環境都好 就算你坐牢 就算被人打緊 都一樣可以經歷到神的臨載 因為我試過擦地 擦地你彎底 通常身體沒有那麼舒服 在身體的狀況蹲下 但在那時候我一樣會感受到聖禮 這就是你學到靈的祈禱 隨時隨便都是有 而有些時候是你不自覺地有的 這是感謝神 但有些是因為思想引發 如何思想引發呢 剛才看到經文 就說到十二年血流苦人 耶穌說女兒放心 真的很感動 這是一時的感動 我們未必每次都能重複 但你可以這樣做 你便經常想很多令你感動的事 神做的事 你經常想回 那便可以在更多時候 可以經歷到神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但當你想想 有時想想 又會感動 所以法治靈是一個最可靠 或是可以重複發生的 經歷聖禮的方法 為人祈禱也是 為人祈禱 如果我使用的思想 是無法解釋的 我也見過很多人 在為人祈禱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言語 也看到有些人祈禱 說了很多話 但那些人未必經歷聖禮 但如果用靈的祈禱 那些人會經歷聖禮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我剛剛今天唯一一個人祈禱 他整個人都軟了 他很熱 身體上都是感受到神的能在 並且一開始祈禱 立即有的人 一開始就立即開始熱 這都是我們的靈開放的時候 我們隨時祈禱都做得到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做得到這個事 在這個聚會的神的同樣 就會加強 加強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越提升 每一次來到就會提升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 每天都很長的時間祈禱 我們在這裡的聚會就會很不同 大家一起投入是很不同的 比一個人投入更加強 等於永遠